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這兩款 我要剪它的剪裁 那已經抗沾黏的東西 然後你看這個是一般的做筷子 其實剪下來是非常的輕鬆的 可是假如你用這一把 因為它是屬於SQ的奧坦 剪下去的銳利感 其實會更強烈 那我們直接拿 這一個 1.5mm組合的 這個 這個數字那我們直接實際 進行剪裁的測試 1.5mm 這個是屬於榕素的數字 榕素的數字 其實這是比較屬於硬的數字 所以剪下去其實是會有一點困難 然後 榕素的數字有一個特點來的東西 它是數益 所以剪下來之後呢 這個剪刀 這個剪刀上面會有 所有的有一些 就是樹枝的部分 樹枝就是白白的這些 這些東西就是樹枝 用這個剪裁的時候呢 它的輕鬆的程度其實 很高 這是一般榕素的樹枝 那上面就會沾了很多所謂的樹液 因為這個上面都會有 這個樹液 你可以看到有黏的東西 那我用這個衛生紙去擦的時候 其實這個 這個不銹鋼鐵刀雖然擦得掉 可是它上面還是會有殘留一些數字 然後這個不沾黏的這個 剪刀呢 它就會比較完美一點 因為它擦完之後 幾乎就是完全看不到 樹液的存在 然後這就是這個 不沾黏剪刀的 好數字 好 好 好